我要拍到囉 來… 謝謝 謝謝 這是安心的 來… 好… 我也要… 好… 好… 哇… 還是二十三還是一 你看到頭頂了 哇賽 哇… 網友暴動了… 好幸福 快來原來少子樂 分享影片囉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囉 YA 好邀請在太陽 一個超級 我們又來的高雄美濃啦 今天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對不對 天氣這麼好 而且呢 又有堆運動會 今天要開幕式啦 好 待會兒晚一點 就會帶大家去看開幕式 有哪些厲害好玩的地方 但是好玩之前 要先把自己餵飽 對 要吼到胖到腰 對… 聽說高雄美濃呢 有很好吃的彩色板條 這是藍美濃一定要吃的 對… 在這麼多家的板條店當中 有一家聽說非常的厲害 網友說 東西很好吃 可是老闆娘有點兇 是這樣子有點兇 不知道耶 快來看看 老闆娘 您好 請問兩位嗎 那是文真 快來… 老闆娘很兇 你想要去哪裡 你怎麼會在這邊 我就是今天來這邊幫忙的 來當台灣好媳婦 我知道 因為她也算是高雄女兒 高雄女兒 高雄女兒 聽說文真是鳳山人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張家瑋 大家好 人家沒有 這裡是美容 一般我們吃到的都是 白色的板條 對 它這邊竟然有彩色的板條 光臨 吃完以後心情都很悍 家瑋帶路了 慢慢跟我走 跟我走 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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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定要防疫工作要做 好幸運 好幸運 耶 好 歡迎老闆娘今天 大家好 大家好 漂亮 這位歐子 這位小姐 開始錄影了 專業 不好意思 錄影了 手機收好 我知道這個真的很漂亮 打卡密備 是不是 我今天帶你們來這邊 我跟你們說 是 裡面有隱藏版的 什麼 妳聽說 還沒推出的美食 都還沒有推出 今天就給死個兒玩 所以這三道 就是在我們死個手渡庫光 謝謝 謝謝老闆娘 謝謝 感謝 感謝 謝謝你們來 好漂亮 捨不得吃它 捨不得吃 哪一道新介紹型 還是從招牌 招牌 人氣招牌好了 其實每天只有賣四個小時 對 這是我們的彩藝套餐 它就是 對 可以吃乾的 湯的 然後涼拌的 藍色是蝶豆花 蝶豆花 紅色 甜菜根 甜菜根 綠色地瓜葉 跟你們說 他們這裡都是 現做手做的 對 不是機械式的 聽說我們的營業時間 越來越短 對 對 現在三個半小時 然後下午兩點 原本是早上是也叫下午兩點 對 四個小時 聽說現在沒辦法 現在到幾點 現在十點半到兩點 三個半小時 對 再一點肉燥 肉燥 要拍到囉 拍到 對 這是營業 我也要 我也要 它那個肉燥 對 因為它的肉很紮實 然後那個香味 一開始咬進去的時候 就有肉燥味 在你的奶巴裡面 跟你的唾液菜子結合 然後還有蔥 再來就是Q彈 好吃的板條 淡淡的 它那種食材 那種這個食材的香味 對不對 真的 很Q對不對 好吃 好吃 好好吃喔 我知道 我們剛剛吃的那個板條 對 它很容易就斷掉了 對 它的板條不會一咬就斷了 對 但是會有一點 有一點Q彈的彈性 你用的米也是很好的米 對不對 對 我們用在地的美濃義式 7號米 這一道菜的客家化 有板條客家化怎麼講 蔡西在斑內 蔡西在斑內 原來斑條就叫斑內 斑內 斑內 蔡西也斑內 是 是 你這麼有台語味 有點像 台語 在發想的時候是希望 大家都可以吃到米的味道 米的味道 食材的味道 不然通常傳統的板條 都加了肉燥 有蔥酥都看過它的味道 對 所以我們希望先吃原味 再沾一個特調的涼拌醬 涼拌醬 來…家瑋來… 那好可愛 很像那個 小時候看外婆在晒一模 對 剛剛的是地瓜葉 地瓜葉 然後家瑋的是甜菜根 或者是 鐵豆花 藍色 因為我們剛剛 不沾任何醬吃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個口感真的是好Q 我們重複試了非常非常多次 然後水分跟米 因為米我們是新米 我們是吃的蓬萊米 所以它很黏很黏 是 所以我們的水分一定要降到最低最低 對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口感 然後加上是手工做 就像拉麵 對 一定要手打麵 手打 對 手工的板條就真的是會比較Q它 好Q 真的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這個Q度真的 你吃下去你就覺得 哇 好Q 幸福 真的會很幸福 幸福 幸福的Q度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豆花 自己做 對 然後 請問這個是 豆皮 豆皮 因為我們在做豆花的時候 如果它的豆漿夠濃 它上面會產生薄薄的豆皮 對 教一下家瑋 怎麼樣吃 怎麼吃 這個上面的話有炸過 所以它是變成餅乾 很自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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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太犯規了吧 太犯規了吧 太犯規了吧 可以 豆皮 都要這樣 這樣 不是 你不要那麼土好不好 來這邊一定要 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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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詩怎麼可以 對不對 直接把它戳破 對 它就有點像餅乾 文針上身 鮮 哇 美美的吃 哇 好吃 哇 哇 不知道文針現在 嘴裡吃的好吃的都花腦子 要想什麼呢 這真的是 我吃的最好吃的豆皮 唉唷 吃進去的時候 它感覺豆皮很香 很香 裡面 黑糖的 黑糖的 給你那種 斤斤的感覺 斤斤的感覺 香噴 還有那個豆皮 豆皮在賣的時候 它會這樣 脆脆 油油 這樣咬下去 老闆娘我要請問妳 那豆花的客家話怎麼講 黑膚巴 黑膚巴 對 黑膚巴好色 我剛剛會以為那個 黑糖麵會很甜 但其實不會 真的 它不會做甜 是搶賣豆花的香味 不會 我覺得它的豆花 結合在一起之後 我覺得它們能夠 帶出那個豆花的香氣 而且很棒 女孩子很愛吃這種甜食 大家一定要自己吃吃看 對 這個一看就覺得 就是那個 女生應該會很適合的 沙拉的感覺 這個是樂牌嗎 對 副樂牌 是我們美濃的黑毛豬嗎 是 黑豬 很在地的 來喔 很厲害 你第一次看到 讓女藝人吃調妝 有這麼幼稚 對 網友爆動了… 好幸福 就是加了板條 會覺得去解膩 然後會讓你有雙口的感覺 是… 我相信如果再搭配這個青菜 沙拉 沙拉 會讓你覺得整個就是很剛好 不會那麼覺得會油膩 對 對 我想問一下板娘就是 通常會先建議 先吃完樂牌之後再吃沙拉 還是可以一起混進去 可以 都可以 或者是把它放下去 等一下有沙拉醬 反正這個沙拉醬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這個沙拉醬是我們用雞醬 雞醬 對 我們就結合美濃在地的食材 跟醃製 醃製鳳梨醬 鳳梨醬 我吃這個樂牌的肉 沾這個雞醬好好吃 很香的 鳳梨醬不一樣的感覺 我發現板條沙拉醬沙拉也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不衝突 而且加生菜沙拉 和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香氣是很棒的 而且這個豬樂牌 是 它加上這個雞醬之後 味道是超美味的 真的 我發現那個雞醬有個重點 你一吃下去那個雞醬 它有個很香很香的那個 那個雞子的香氣 你會一直在你的嘴巴 劃在裡面 對 好香喔 吃完了 你怎麼不留一個給我 接下來這一道呢 剛剛老闆娘家瑋就一直問我說 這個好漂亮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它是 外表是板條 裡面是花生豆腐 花生豆腐 就是剛剛我們吃的 彩色的板條 對 然後它爆度 花生豆腐 對 花生豆腐 所以它口味像剛剛一樣 這個就是 甜菜跟 鐵豆花 然後稚子花 地瓜葉 原味 特別 老闆娘請問一下 那花生豆腐 就是這裡面爆製花生豆腐 花生豆腐的客語要怎麼講 反挑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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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需要沾什麼角度 不用 它上面有擂茶粉 也是我們自己做的擂茶 有點淡淡的 好好吃喔 有點像麻糬的口感 好好吃喔 像麻糬的口感 我跟你講 我第一口 好好吃喔 我咬下去的時候 它的口感是偏鹹的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像 在吃那個鹹的年糕 因為很QQ的 對 等到你咬下去之後 吃到那個反挑夫的時候 反挑夫 它是不甜的 這個皮好Q 吃完這麼多料理之後 最後來吃一個 剛好收縮嘴的 來美濃就來找我們的 傾聽老闆娘 謝謝 來美濟美濟的結合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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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小時候的頭 乖 這裡都有 好可愛喔 好 因為你知道我找到了 甘原外小時候的玩具 王哥柳哥 他那個時代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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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們三個 今天有邀請到很專業的 柯佳翔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的美容擂茶 到底要怎麼做呢 歡迎君君老師 歡迎我們柯佳翔同組的 君君老師 好 好酸 好 好 在學第二位擂茶之前呢 我們先請客家小老師 教我們擂茶怎麼說 擂茶怎麼說 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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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擂茶怎麼說 客家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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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怎麼說 客家擂茶歸後師 客家擂茶歸後師 我發現很奇妙就是 原來你會賦雨 怎麼會從這裡 沒有 他都沒有開頭就講話了 對啊 我想說奇怪 老師的 沒有啦 我們客宇老師是在鏡頭外面 謝謝客宇老師 謝謝 那君君老師要教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 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 黑白芝麻 花生跟玄米 這個是擂茶的第一道材料 為什麼要放這幾種食材 為什麼要放這幾種 這是古代流傳下來的配方 就是以前圓外荷的養生擂茶 它最傳統的配方 那就是我喝的 對 補漆補漆 那這邊還有這個是 玄米茶粉 然後還有紅豆 這個是蜜紅豆 蜜紅豆 對 老師請問一下紅豆 客語怎麼講 紅豆 紅豆 對 老師我現在講有標準嗎 有 好 老師有點不是很甘心 像我們在磨擂茶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雷棒把材料模型 這個雷棒它是用拔蠟的木頭做的 然後這個叫雷波 這是雷霸 對 雷波 對 我們等一下在玩的時候 雷棒雷波 是一隻手要固定在雷棒的上方 另外一隻手 利用他手腕甩手的力量這樣子 畫大小圓圓圈 一般來說我們會跟客人說 只要你順手都可以 但是其實在古代的話 它是有分 什麼分 為什麼這樣會有不一樣的意思 就是你順時針 我們一般這樣子嘛 順時針是這樣子 它是迎客的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雷茶 就是大家朋友 或是親戚聚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聯絡感情在用的 是 OK 所以它順時針的話 就表示它是迎客 逆時針 有時候是已經 可能有特殊情況 他們就是會 隱晦地去表達說 送客這樣 逆時針 送客 就很簡單 送客 逆時針 這個來的人我不是很喜歡 我就直接一直這樣子這樣 它溫度本身是直向 所以利用畫圈的方式 去把這些材料都磨細就好了 OK 不要拿起來倒翹或是船 要磨的 不要倒 好香 聞到那個香味了 會有食材的香氣 等一下磨細之後 就會變成深河色 對 它超會握的 老師請問我這個速度可以嗎 老師 這個速度很快就可以磨好 你看它已經稍微有點出油 那等到它完全出油的時候 那沒有 完全出油 雷波裡面你是看不到 這些玄米 芝麻的顆粒 對 所以才需要 邊把那個材料刮下來 因為你下面如果磨到出油 可是上面還有油的話 你就磨得不均勻 是 所以它就是 對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拿出來 原外 原外 你根本都沒有發現一件事嗎 沒有 我就是個節拍器 你知道我剛剛這麼快的時候 老師突然就速度 當我跟他們放慢的時候 老師說 待會兒就可以 我就 不要玩老師 快要凝結的感覺 對 因為它出油了 可以看一下 在播的時候 播的時候有一個 它要黏在一起的感覺 那就是快好了 現在的味道 又跟剛剛不一樣了 對 你聞 再加到第二個層次的味道 越越香了 擂茶就是抹越系的 有那個 油味了 對 有的香氣 對 它有的香氣 而且它這邊有點濕濕的感覺了 好香喔 那個香氣好香喔 先讓它整碗都倒下去之後 好 幾下 對 然後紅豆也整盤都倒進來 好 蜜紅豆 接下來是蜜紅豆 那就是再繼續抹 繼續抹 對 所以這個步驟完成 就可以來喝擂茶了嗎 對 先檢查紅豆沒有皮之後 再來就是看你材料 再剝下來的時候 它結塊程度是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磨得比較細的話 你在剝的時候 它就比較容易有大的結塊 好香喔 我們要合作 我們要合作 順著它的缺口 把這個材料弄進去就可以了 好 進到一個碗 進到一個碗裡面 然後可以先 因為你們第一次喝 所以一匙去嘗一下 它濃淡的味道 好 等你確認過你喜歡喝 什麼樣的濃淡的時候 我們再加多一點糧食 了解 我們第一道茶在沖的時候 不要沖得太多 不要沖太多 不能沖 為什麼 老師 要從濃的喝到淡的 油濃品到淡的 那邊攪拌的時候 可以邊聞聞看擂茶的香氣 濃濃稠稠 好香喔 第一道的話 先從濃的開始 先品嘗第一道 對 真的很像米漿的那種感覺 那個甜甜的味道好香喔 對 很像那個米茶 還有那種 好像喔 但它多了很濃的茶香味 它裡面是有客家山茶的生茶 它是沒有經過發酵的茶葉 沒有經過發酵的茶葉 對 它裡面會有耳茶素 葉綠素 然後還有維生素 第二道 它要再加茶 第二道 邊喝的時候邊加茶 才會油濃品嘗到淡 第二道 你喜歡口醬嗎 對 一般來說就是 第一道你們第一次喝的話 就是都是在嘗味道 先喝喝看自己喜歡 什麼樣的濃度 我覺得這道的口感變不一樣 它的第二道之後 它的那個麵香味更濃 對 我本來第二道有看到濃豆香了 對啊 會有一種綠豆沙的感覺 然後你開始在喝綠豆沙 口感 那我們現在再加第三道 對 可以加第三道 第三道 好 好 比較多的年輕人 他會喜歡喝第三道 因為比較接近我們平常在喝飲料 像奶茶的那個濃飯 對 對 而且我覺得來喝客家裡的茶 一個好特別就是 一樣可以讓心靜下來 一道一道一道的 就平常它的茶味的變化 我覺得它第三道 真的比較接近茶 其實每個品到每一道 味道都不太一樣 它基本裡面會有茶香 米香 芝麻香跟花生香 好特別 那接下來像這個是要什麼時候加 這個是玄米 它是增加口感用的 對 通常到第三道的時候 好 加一點你可以吃吃看 玄米 吃一口 好香 我喜歡吃口感 好好吃 很像小時候 那種爆米香那個感覺 對 可是這個玄米 有一點是鹹的 對 因為它是用鹽巴炒的 那我們再請客語蝦老師 再教我們講一次 歡迎大家來喝客家蕾茶 好棒的體驗 真的 再次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你 重頭戲要準備開始了 對 就是一年一度六度運動會 要登場了 好期待 拍牧師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真的 在那兒好感到 但在拍牧師開始之前 我們要再次歡迎我們的主任 歡迎 市長以及山寧國獎的同學 對 我們來請主任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六對運動會的歷史好不好 好 真的很感謝 像這小朋友才9歲左右 那我們六對運動會 已經56歲了 所以六對地區 所有的人都可以來參加 這個運動會我們重視的是一種 民居立文化的一種 共榮共好的傳承 是 所以像我們這種外地的就是 如果知道這個消息的話 想要來參加也是可以的嗎 還是說我必須要嫁來這邊 當美容 就先嫁過來 搬過來住就可以了 搬過來住就可以了 來 主任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有先跟家瑋講說 因為我們有先來場刊 發現美容這邊有很多 會讀書的很多博士 文人 又有種會運動的健將 對 能文能武又帥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像剛剛這樣講 有你們新的人 將來一直加入 我們的運動會就會越來越好 像這個老照片 隨便一看就知道很有意義了 六對人它還有發音的這個字 客家音 要不要叫我們講一下 好 六對你 六對你 客家運動會 跟一般的運動會的項目 是一樣的嗎 還是有一些是有特色的運動項目 對 有沒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大部分的項目 我們儘量讓一些好手 可以跟著其他的項目 像棒球 籃球 田徑 排球 這些都是非常傳統的好項目 那我們當然剛剛主持人問了 我們有一些特殊像 美農它地方有一個漂漂河 它今年就有一個漂漂河 可以漂漂河 你看小朋友都好開心 感覺很好玩 而且夏天要到了 對 玩水關係 對 而且美農有很多觀光產業 比如說美食 直傘 好棒 理事長一直在為我們的觀光產業 做努力 來 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們六對觀光 占協議的理事長 我們在美農 今天我們攀美農圓湯 幾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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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報告 我們美農是 全家的十大觀光小城 好 好 是天典小鎮 是 觀光是相當 資源豐富 是 我們有很好的農特產 像之前的白玉蘿蔔 還有我們的陳蜜香 還有番茄 對 陳蜜香番茄 還有我們的水田 都是很好的農特產 也可以做成菜 所以來這邊住宿 有很好的環境之外 也有很好的客家菜 是 我們美農的人 也是很熱情的 對 你只要來到這邊 真的是有流連忘環 好像來到這邊 都有不願意離開的感覺 這是我們客家人的特質 對 都想要加過來 對 當然也希望好的 來到這邊住宿 不一定要加過來 是都來這邊 對 我們今年把所有的參賽者 都一起用六堆300 是 共同來把它做更多的凝聚 歡迎大家來美農 來六堆玩 是 最後我們請主任 教我們一句客家話好不好 歡迎大家 有限來六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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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咖哩 林董敦政府 客家事務處精采 親居公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錯 觀眾朋友如果下次來美濃地區 不知道吃什麼話 立刻摳家味 沒有錯 而且剛剛我們吃了美濃滿條 喝了擂茶之後 也看到這個六堆300的運動會 真的很盛大 你看光看那個表演項目 還有運動員進場 就覺得感受到他們滿滿客家火力 對 因為大家好團結 六堆的人全部都凝聚在一起 然後參加一年一度的六堆運動會大盛事 而且他們也很歡迎全台灣的觀眾朋友 明年有機會一定可以來體驗一下這個六堆的運動會 沒錯 沒錯 大家一起來 大家感受一下好好玩 現場真的好熱鬧 沒有錯 我們一起下一個明年見 明年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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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除了要學DIY擂茶之外 我們馬上就請到客家霞老師來教我們擂茶怎麼講呢 那我請問一下擂茶怎麼講呢 擂茶怎麼講呢 擂茶怎麼講呢 我要怎麼講 我要怎麼講 你給我 HOT YOU HOT YOU 再接一個 誰遵循你倒噴鏡 好好笑 好好笑